云南北一亚洲象群自今年4月起 来了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离开传统基地一路游山玩水 好吃好喝 到昆明后难返 雨8月8日晚安全回到自家地盘 你知道这群大象 供走了多少公里吗 都去过哪些地方呢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大象的旅行轨迹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猪 这群火爆全球的象群 其老家位于云南西双版纳国家及自然保护区 西双版纳也是世界少数几个野生大象数量增加的地方之一 目前这里供生活着300多头大象 其实早在2020年 这群大象就已经蠢蠢欲动了 2020年的3月份 短鼻家族共计16头野象 从西双版纳保护区进入普尔市 然后缓慢北上 7月象群在普尔市四毛区南平镇大开河村 造成一人死亡 这也是穷庸路上唯一的一起命案 8月象群到达一象镇 12月象群在普尔境内生下一头象宝宝 数量变成17头 之后牵制末将险 然后就是今年了 可能是新生的小象体力能跟上了 于是在2021年4月16日 17头亚洲象正式开启了北上旅途 从普尔市墨江县进入玉西原江县 从此火爆全球 4月24日 两头大象不愿意北上 就离队返回普尔墨江县 于是象群就变成了15头 5月16日凌晨 15头亚洲象进入红河州 石平县宝秀镇 5月24日 一头小亚洲象因贪杯 吃了100斤的酒糟 最大在龙武镇大炼庄存 导致洛丹 其余14头大象 行至玉西市 峨山县 大围堵村一旦 5月25日 罗丹小象跟上队伍 全部15只亚洲象 集体在玉西市 峨山县境内 象群在峨山县城附近 活动了一段时间 5月30日 18时10分 15头象群 迁徙至玉西市 红塔区 洛河湘 大湾村 尖山少坡附近 据昆明 晋宁区边缘 仅有20公里 6月2日 21时55分 象群沿玉西市 红塔区 春河街道 老光庆村 北侧前进 进入昆明市 晋宁区 双河湘 6月5日至7日 象群在玉西市 宜门县 普贝乡 宜马坡村 境内一带活动 6月6日 一头攻向离群 行至象群 东偏北方向 直线距离 约4公里 这天之后 离群攻向 未能再跟上大部队 据专家解释说 攻向离群 可能是因叛逆器 离家出走 后来 这头离群攻向 在漫无目的的流乱 一个月后 于7月7日 被人为干预 麻醉后 被送往西双板纳老家 当天下午3点左右 被送回七夕地 西双板纳 国家其三人保护区 梦阳片区 象群 一直到6月21日 一直在银门县 石街乡 南山村 和鹅山县 大龙滩乡一带活动 似乎在等待 离队的攻向 6月22日 象群向南迁移 11.2公里 在鹅山 大龙滩乡一带 农地觅食活动 6月25日 象群在鹅山县 富良彭乡 活动觅食 这里海拔 2074米 6月27日 象群总体 向东北方向 迂回 移动1.9公里 6月28日 象群总体 向东南方向 迂回6.3公里 然后在塔电镇附近 缓慢移动了三天 7月3日凌晨 象群位置 移动到左边少村 7月6日 在新平县 桂山街道附近 林地内休息 7月11日 至17日 象群持续在石平县 龙武镇附近的 林地内活动 食物水源充足 7月27日 象群从石平县 经玉西市 新平县 杨武镇 进入圆江县境内 8月7日 象群在玉西市 圆江县 甘庄街道附近 林地内活动 8月8日 晚上8点 云南北亚洲象群 14只大象 已跨过圆江大桥 平安返回积极地 至此 北亚洲象群 穷有110多天 共行进1300多公里 途经玉西 洪河 昆明 三个州市 八个县市区 石户头亚中巷 全部安全南返 此次象群出巡 云南省 共出动警力和工作人员 2.5万多人次 在沿途接待迎接 还有973架次无人机 为其摄影拍照 不控应急车辆 1.5万多台次 为其疏导交通 疏散转移群众 15万多人次 投放每时近180吨 另外 因受大象损失 申报案件1501件 评估定损512.52万元 大象的回报时差 成功制造了热点 并长时间引起 国内外和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 实际旅途成为一次 科学之旅 探测助力 保护之旅 希望象群 能和人类更好的和谐共处 爱护环境 人人有责 你怎么看待这群 北一亚洲象呢 欢迎发表评论 关注我 不迷路 下期视频更精彩